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本非常好的书 那就是星运大师的总编 的献给旅行者 三百六十五日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篇 就是调记易江南 我想易江南是哪里 那就是在江南里面 非常好的一个风光 那在南京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有这个调记易江南 那就要介绍到赵普初 那我想在大陆 大家都称为赵普初为赵普老 那赵普老在什么情况之下 写了这一首诗 那写的内容又是什么 写给谁的 那我想我们来念这一段 赵普初所写的诗 他写了 今年别 从到柳一一 烟雨楼台寻古事 庄严寺院逆生起 三界法云垂 金陵会 花雨满情提 灯岸何须分彼此 好从当下正普提 金陵共相齐 调记亦将然 1994年中秋至南京赴雨 新云大师应可赵普初 那这个部分呢 是在1994年 大师到了南京去的时候 被大师的母亲探亲了赵普老 特别从北京坐火车 到南京去看新云大师 那新云大师跟赵普初的姻缘呢 终究是什么 我想在大陆的人 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赵普老 我们到了非常多的寺庙去 看到寺庙上写的大雄宝殿 那是赵普老的题字 看到观音殿 那也可能是赵普老的题字 看到不二法门 那这样子的书法 也可能是赵普老的题字 在1949 在那个时代底下 大幸运大师呢 因为国共战争来到了台湾 这时候他离开了南京七峡市 他同时呢 也离开了他的老师 以及他的师父自开上人 以及呢 与他的母亲呢 分别的 因为战争的一个因缘 他来到了台湾 那幸运大师呢 来到了台湾之后 事实上心心念念的 跟所有的观众 我想很多人是1949 也跟着一起到台湾来的 总是心里想 有一天我能不能回到祖国 踏上那块土地看到亲人 能不能再回到祖国呢 那踏上那块土地看到自己的家乡 那这个时候 在两岸的关系 还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下 幸运大师呢 在泰国第一次见到了赵普老 那两个人呢 相谈甚欢 那在谈论的过程中 不只谈到两岸的问题 更谈到身材的培养 那赵普老对佛教呢 几乎是在那个时代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复法 他不只保护佛教 同时培养了出家人 不只培养出家人 同时保护了所有的寺庙 那同时呢 在佛教非常危急的时候 赵普老一一的 依照自己的身份 把寺庙保存下来 然后培育出家人 所以他看到幸运大师 这样的一届青年生呢 赵普老是非常的相知相喜 更何况幸运大师 非常喜欢文学 那著作了非常多的书 赵普老也非常喜欢读书 也读了非常多的书 所以两个人呢 往往见面的时候 就谈得非常的多 从泰国之后呢 那又在香港见了面 在香港见了面之后 在1989年 大师呢回乡探亲 那时候也跟赵普老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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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所有的身材的培养 那向往的是两岸的和平 所以在这段期间 几乎跟赵普老 都是用书信往来 那透过所有的友人 所带的书信交换两岸的一些状况 也交流了非常多 心里面对佛教 对社会的一份关心 以及对赵普老的一份问候 那这个《季语调记》一江南 那写的是在1994年 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 两岸开放 那大师在1994年 又回到了南京 这个时候赵普老非常有感的 写下了这一首诗 送给幸运大师 那送给了我家师父 里面在词句里面 传达了时空的一个背景 他的时空就是什么 今年别 没有想到上一次分开的时候 现在再见面已经是十多年了 从到柳依依 到了非常美的扬州 到了非常美的江南 那烟雨楼台寻古市 我们都知道南京是非常多的寺庙 多少楼台烟雨中 那多少的古市 那几乎都在江南一带 然后庄严寺院立生起 三界法云垂 那我想修学佛法 以及清静道场 无非不就是庄严自己 以及能够超脱 解脱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那赵普老写给这一首诗里面 把地点点出来了 叫金银会 金银是南京的古名 那现在到了南京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地方 都写着金银 所以这个是金银 把地点的一个部分 花雨满群蹄 那灯岸何须分彼此 这个灯岸是指两岸 此岸跟彼岸 那也象征着那时候的空间 时间 还有所有的大时代的一个环境 那好从当下正普体 精进共享起 那所以呢 无非还不是希望免疫 幸运大师 不管是我赵普老或者是你 我们在人世间 为所有的云云众生 忙碌的是什么 忙碌的就是 希望带给众生的尼苦得乐 忙碌的就是 希望给所有的众生能够服务 那也透过佛法 给所有的众生能够欢喜 所以赵普老除了勤勉 我家师父以外 他也告诉自己 所做的一切 无非就是要走向菩提之路 那这个菩提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发广大为众生服务的心 没有想到自己的心 再多的苦难 再多的磨难 再多的困难 那自己都可以承担 那我想现在呢 就请佛光山佛陀经验馆的佛光小姐 用鼠来宝 为大家唱一段 《调记一江南》 今年别 重道柳一一 烟雨楼台寻谷市 庄严寺院立生期 三界把云锤 精灵会 花雨满情提 跟岸何须分彼此 好从当下正福提 精进共相其 今年别 重道柳一一 烟雨楼台寻谷市 庄严寺院立生期 三界把云锤 精灵会 花雨满情提 跟岸何须分彼此 好从当下正福提 精进共相其 亚共相其 我记得每次 跟江南之星人大师 在一起的时候 那最欢喜的就是 听他讲故事 但是他的故事呢 却都是有血有泪的故事 都是有时间 有地点的故事 也都是呢 有画面的故事 那每次问到 大师呢 跟赵普初的见面 大师呢 心里面呢 就常常回忆起 他曾经问赵普老说 中国的佛教 应该怎么样 能够发扬 怎么样能够振兴 乃至呢 怎么样能够 进化人心 那赵普老 不断的跟大师说 他说佛教要圣大 佛教要茹大 佛教要茹壮 佛教要利益众生呢 那就只有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就是人才 那大师呢 就问赵普老说 那我怎么样培养人才 赵普老也跟大师说呢 唯有教育 才能够培养人才 所以 佛教要兴盛 那就第一方案 就是培养人才 第二方案 也是培养人才 第三方案 也是培养人才 那大师呢 就提到 他1989年 回到大陆的时候 第一次回家探亲 那当时候 他下了飞机 在南京的机场 看到当时候的交通部长 吉鹏飞来迎接他 之后又见到了赵普老 他看到赵普老呢 满脑子 那满个心思 全部呢 都是想到佛教的发展 都是想到佛教的未来 那也跟大师讲 他唯有在大陆呢 好好的培养出家人 佛教才有未来 那非常受师父的感动 那师父也非常非常地敬重赵普老 所以每当有人要到大陆去 那大师呢 一定托了信 带了礼物 希望能够去探望他老人家 大师说 他对赵普老的感情在于哪里 也就是 他觉得自己非常年轻 但是赵普老对大师呢 反而没有觉得 他年轻呢 就轻视他 反而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青年生 应该好好地栽培 好好的为他推荐 只是时代不允许 当然是从1949来到了台湾 几乎要把讯息呢 再带回去大陆 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在福光山呢 有一道墙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到中国大陆去 到了西安 要看西安的碑林博物馆 我想碑林博物馆呢 都做了非常多的照相碑 那也有非常多的碑技 更有历代的名碑 那在福光山呢 那在福光山呢 有一个百人 也就是福光山的名家 百人碑墙 那就是在福光山的大雄宝殿的后面 大雄宝殿的后面呢 有一百二十个纵横古今 历代的书法家 那有行书 楷书 草书 传书 那纵横古今所的人写的书法 那那时候大师就想到 他记起来了 有一个人曾经送他 一幅非常有意义的书法 也是勤勉他呢 为佛教再精进的一个名义 那就是赵普老的字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赵普老的字体呢 我们会看到赵普老的这一幅书法 送给大师的 我们在福光山的百人碑墙 把它拓下来 那我们看到赵普老所写的书法 他呢 词是他自己想的 他把时间 空间 人间 以及所写的对象呢 全部写在这一件作品上 这件作品呢 记载的西元的纪年1994年 更记载的今年别到有一一 更记载的上一次见面的时间 第二个记载的空间 烟雨楼台寻古事 那记载的江南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会看到赵普老的字体里面呢 他除了凯书又有一点历书的一个味道 而且每一个字的大小 以及他的粗细呢 我们看赵普老的书法呢 是非常的修丽 那在他修丽的部分里面 他也落了一个 这一个词句的一个意涵 他把这一首词呢 把它写在所有的字句的最尾巴 就是调记亦将然 那这个是赵普老回忆往事 期待送给大师的这个字 所以最后面呢 在他落款之前呢 还写了送给的对象 叫做新云大师应可 我想这样的结构呢 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写给谁的 通常都会在最前面 但是呢 赵普老写给大师的 记了年代之后呢 再写大师的名字 所以整个书法的作品 基本上是赵普老心里面想 写的一封信 这一封信呢 倒不是一件书法作品 而是一份对青年生的一个鼓励 以及呢两个人的情谊的一份记忆 那赵普老透过书法 把它记录了下来 送给了新云大师 所以在佛光山的百人悲强 你会看得到 下次到佛光山去的时候 欢迎大家好好的细细品味 佛光山独有的悲强的形式 那独有的把这样的书法 历经所有的古代的名人 所写的各种书体 那把它放在墙上 我想是所有的外国人 以及来佛光山旅游的人 都会驻足停游欣赏的 在里面你可以发现 赵普老跟新云大师的 这一个作品 《调记亦将来》 希望你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